这一期的内容 我们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 关于活动营销 讲活动营销 这个话题其实挺大的 因为活动作为营销的一种手段 它会牵动方方面面的资源话题 它是一个非常综合或者叫整合性的概念 如果各位一般了解的话 活动营销它会是整合营销的 其中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方式 所以它延伸出来的话题会非常多 那么在这个激烈的节目里面 我会跟各位一般了解的话 各位从四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 什么叫活动营销 可能每个人的心里头会有不同的概念 会有不同的认知 到底哪一种类型叫做活动营销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给大家先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也许你听过 但我们在这里用它来说明一个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 有一个特别特别强盛的时代 一个朝代 这个朝代叫秦朝 在我个人的观点里面 其实秦朝才是真正的中华 文化的发祥和代表 因为它代表了很多一些 叫世界级的伟大工程 和伟大的民族气节在里面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朝代 我们都知道 这个过情论里面 它写着叫奋六世之渔猎 在秦朝最终成为一个统一的 中央集权封建国家之前 它有很多年的铺垫 而其中最为有代表性的是 我们非常熟悉的叫做商鞅变法 那商鞅在开始变法 他从魏国来到秦国的时候 他开始变法的时候 他做了这样一件事 这样一件事是什么呢 他在一个闹市的一个地区 去立了一个木头 立了一个木头 是一个房船 立了一个木头 然后他会说 谁如果能打这个木头 从这里搬到北城门 我会赏石金 石金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 买一个院子 然后里边有屋子 治房置地是可以的 石金 那他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呢 做这件事的目的很简单 秦国的历朝历代政治腐败 导致的老百姓不信官府 就是官府说什么我都不听 当然我们知道要做改革的时候 如果政令不通 上边说什么 下边不动的话 那这个事情会是非常难以推进的 于是商鞅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告诉大家 你如果在这就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 这件事绝大多数的轻壮年壮丁都可以干 没有什么困难 你如果能做的话 这个我就想吃石金 结果呢 在底下就大家议论纷纷 有人说别听他扯淡了 我儿子去年在打仗的时候 杀死了几十个匪徒 什么奖赏都没有 还有说 你呢还是好的呢 你先把你儿子活着回来了 我的儿子在战场上 死又死了 连个抚恤金都没有 搞得我死了一个儿子 自己家里没有劳动力了 而且一点补偿都没有 当时大家对于这个国家的信任 其实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机的状态 商鞅也是带着他的这个木头 在台上尴尬的站了很久 没有人想应 商鞅于是说 好 十斤你们不动是吧 那我涨到三十 涨到三十还不动 还是没人动 底下会说了 你更扯大了 十斤我们都不信 到三十 那就好 三十不信 我涨到一百 重赏之下 比有勇夫 当他把这个数字 喊到一百的时候 底下有人怯怯思语 然后直到有一个后生 怯生怯的站出来说 要不我试试 我搬到那里 不用给我一百 你给我十斤就行 给我十斤 我家里边 我能把我爷爷的病治好 我能大概的 这日子能过得下去了 要不然现在已经过不下去了 于是他怯生怯的 扛起这块木头 一路上向北门而去 这路上有无数的人笑他傻 笑他白痴 笑他相信官府 怎么能这样 然后等他终于把这块木头 搬到北门的时候 往第一一戳 上一样二话不说 登台领金 上了台之后 一百斤递到他手里 并且说一说 秦国将来强大 这区区一百斤 又算是什么 小伙子你有功啊 你帮着秦国的政府 树立了微信 树立了威望 这件事情之后 这件事情就不静而走 所有人都会说 那天开始 在我们那个控场上 搬一块木头到北门 政府说话真算话 到一会儿搬一块木头 就给了一百斤 一百斤这小伙子 一下成为当地的 非常富裕的人 那我们讲这件事 是干嘛呢 那他这个结果 达到了什么呢 达到了其实 从那时之后 上央的一系列的变法举措 赢得了老百姓的信赖 百姓敢于相信 政府愿意拿出这样的资源 拿出这样的气魄 来去跟百姓 共同的完成一项事业 于是你说什么 我肯听了 这对于当时来讲 是解决了上央的一个心头大患 也解决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我们今天来讲 这个故事 不会说明别的 其实这个故事背后 可以折射很多管理学的问题和道理 但是我们想说的核心是 其实这个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就是活动营销的一种 或者说在我有限的记忆里边 我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早的 也是比较典型的活动营销的案例 我们来看看 如果通过这个故事 我们去看背后 什么叫做活动营销 活动营销 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概念 有很多人会说 活动营销是一种现代的整合型传播的营销的手段 它通过对于综合制造一次活动 通过综合媒体的应用 让你的企业品牌的形象 或者主题得以宣传 得以升华等等的一种状态 这种管理学的概念非常非常多 但是我也许是我个人的问题 我对于记忆这种定义和概念 我觉得非常的声色 而且记下来没什么用 所以我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 这个概念 我称之为到通俗化的活动营销的概念 如果你能把这个概念消化好 虽然它不一定精确 不一定的严谨 但是我觉得它能够解决你绝大多数的问题 我们说活动营销的定义 组织或者参与一个活动 让人们感受到你希望他们了解的事情 或者是某种感觉 这个话应该比较好理解吧 就是你组织或者参与一个活动 让人们记住或者了解 你希望他们了解的东西或者是感觉 你把这个东西记住了 其实活动营销的精髓也就抓住了 好 我们把它分开 结合我们刚才的案例来讲一下 组织或者参与一个活动 另一块木头往北门搬 这是一个活动 组织或者参与一个活动 当然这是组织活动 有的时候你不一定会去组织活动 比如说原来有比武招亲 你去参与一个活动 然后去 首先拿下新郎光荣的称号 然后让所有的人信服你 这也参与一个活动也可以 让人们感受到你希望他们了解到的事情或者是感觉 在商鞅的这个案例里边 他希望通过这件事情让大家知道 政府的政令是至地有生 言必信行必果的 我们在当时的环境去跟所有的老百姓一遍一遍的去说这件事 恐怕很难说明白 也很难做到 而且当时其实连纸还是没有纸的时代 还是竹简 其实传播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其实最有效的传播是什么 是老百姓口口相传 把这个故事不静而走就传出去了 所以很多人都会看 哎呀政府说话真算数 这个官府了不得 是跟现在跟过去不一样 所以他用了一种非常高效的手段 就把这件事情传播出去 所以大家如果你想做一个活动 你就了解这个概念就可以了 组织或者参与一个活动 让人们感受到你希望他们了解 或者你希望他们了解的事情或者感觉 这其实就是活动营销 所有做活动的精髓和本质 这个感觉不一样 这个事情也不一样 也许你希望他了解你的新产品 也许你希望他了解你的品牌文化 也许你希望他感受到你新的一个措施 或者举措等等等等 不管怎么样 叫做活动营销和传播 在这个话题里边 最根本的动机和要素其实都在这里 那么为什么会有活动营销这样的一个门类 为什么我们说要用活动营销 它跟我们其他的营销手段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说活动营销有这样的三个大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 它是一种聚合的手段 什么叫聚合的手段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平时是我们称之为离散的 大家在不同的工作岗位 不同的环境里面各自过各自的生活 如果没有活动的事情 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因为什么的原因聚集到一起 大家你想想吧 过去如果你希望跟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的话 你会通过什么事 看演唱会 看球赛 参加酒吧的party 参加什么晚会 上街游行 来庆祝深奥成功等等等等 几乎你去参加的每一次聚集性的活动 跟大家在一起的活动 都是因为一个活动 或者一系列的活动会引发你的 最近北京搞了一次这个城市马拉松 或者叫城市的这个健身的大赛 深圳前几年也有一次 在深圳那个市区里走一百公里 于是五万人走上街头 从最后最西边的这个罗湖区 一直走到最南边的是盐田还是哪 就是一步走下去 然后所有人在这个过程里面 觉得我健康了 我挑战了自己 我觉得我的生命很有价值很有意义 这是一次活动 它首先取到的是聚集大家 让大家聚合在一起的这个作用 这是第一个活动营销作用 也是其他所有的营销形式 很难起到的一个作用 我们说广告营销 微博营销 微信营销等等很多手段 但是你说能把人聚在一块 这个事情并不太容易 你可以发动活动 这个活动可以是地面的 也可以在网上的 我们网上搞一个投票 大家今天来投票 林海老师讲课讲得真好 这也是一次活动 我可以把大家离散的人聚合在一起 这是它的第一个作用 它的第二个作用 是它是一个体验的过程 这个我们下面后面的话题里面 会着重的讲到 一般性的活动 你只是一个宣传和告知 宣传和告知 我的所有的营销 大多数的营销是一种宣传和告知 我告诉你 我们今天要发布一个新产品了 我告诉你 最近出了一件什么什么事情 大多数是宣传和告知 但是呢 活动营销有一个作用 它除了宣传和告知之外 它可以让人非常丰满 真实的体验到一些东西 我们还以刚才这个例子为例 如果你不是亲眼看到 搬一块木头到北门 就可以领一百斤 这件事情对你的冲击力 就是有限的 我们说人传话的时候 一传再传 三传为始 传到后面这个话 就不那么有力量了 但是如果你真正的现场 亲临现场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是无比的震撼 我们说为什么听演唱会和 看歌手的光盘 感受会完全不同呢 我们会看 为什么在鸟巢参加了奥运会 开幕式的人 会那么样的 久久的不能平静呢 是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 体验到了一种 在其他场合里面 体验不到的力量 这种力量很神奇 也许是人气 也许是感应 也许是人与人之间的场共鸣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个过程他可以体验 如果你的活动会经过精心的设计 在这里面有特别巧妙的技巧 和机关缓解的时候 这种体验就会格外的升华 所以这是他的第二个作用 第三个作用 它会形成一个被关注的焦点 什么叫被关注的焦点 我们说宣传你是需要噱头 需要话题的 如果没有活动 话题就很难营造 话题就很难营造 当你有一个活动的时候 人们自然而然的会去谈论这个活动 以及这个活动带给人们的所有的观点 所以它是一个话题点 或者叫一个焦点 大家知道 其实人与人之间 我们说茶余饭后也好 我们登堂入室也好 你在谈论事情的时候 很少是理论对理论的 我说人应该做人应该怎么怎么样 做人应该正直大气 另外一个人会说 我认为做人就应该放纵舒怀 都这么说话 其实是没有力量的 大家一定是要通过故事 通过话题 通过讲述一些东西 讲述一些特定的内容 会让这个沟通变得可传播 可传递 就像刚才我讲到 我用商鞅变法 利目赏金 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讲的时候 也许你的感觉就会生动一些 但如果我直观的去给你讲 活动营销的案例 概念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就会得到一些生硬 所以一次活动 它会形成一个话题点 一个焦点 让人们对这样的一个内容得以谈论 得以展开 所以活动营销 不管各种类型的活动 其实它都会聚焦在这三个核心特点上 它是一种聚集的手段 它是一个体验的过程 它是一个关注的焦点 好 讲到这里呢 可能你会产生一个很自然而然的问题 那现在比如说我在公司做营销 我知道我听你说的这个有点道理 这个应该做点活动 可是到底在什么情况下做活动 活动营销能起到哪一种作用 什么场景上用什么样的活动 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思考 我如果要策划一些活动 应该注意到什么呢 可能是你接下来的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在揭示这些问题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非常有趣 2009年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上这个人是谁知道吗 这是用民网的一位非常资深的合作伙伴 也是我们一个著名的企业家叫马云老师 马云老师曾经20082009两年阿里巴巴的年会上面 做出了这样的两段表演 2008年会上马云扮演了白雪公主出镜 站在所有的员工面前 他的七位高管扮成了七个小野人 站他身后 所有的人一种极其滑稽怪诞的形式出现 并且引发了全场的轰动 2009年 马云变本加厉 马云老师变本加厉 用了这样的一个西皮式的形象 极其反骨 极其另类的形象出现 当时所有人惊呼 这个就是我们心目中的 静音之神马云老师吗 他期间还唱了一首歌曲是什么 我忘了 总而言之 从头至尾 你听到的是所有的员工的 欢呼声 呐喊声 尖叫声 狂吠什么 那场活动 珊瑚海啸 2009年的9月 完成了后面的这场活动 2010年初 支付宝 这是当时应该是阿里巴巴旗下的一个分公司 支付宝这家公司召开了自己事业部的年会 这个年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当所有的员工期待着 我们看下 听说马云老板今天要来我们这个会议 来这次活动 不知道他又会做出什么乖章的反应 作为和举动 所有人都很期待的时候 这次年会就叫死一般的寂静开始了 整个的现场 灯光被压得极其昏暗 然后呢 从喇叭里传出的是刺耳的吵骂声 什么声音呢 是客户对于支付宝的各种投诉 支付宝实在太烂 支付宝根本不能用 支付宝骗了我的钱如何如何 长达数十分钟极度的压抑极度的 这个让人窒息的一种环境 整个活动在这种范围中开场 然后 马云用一种极端严肃的表情 登上了会场 开始了这次活动 同样是活动 同样发生在一个大的集团里边 同样的主角是马云老师 为什么他在不同的活动里边 用出如此反差之大的表现呢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感谢观众朋友